世界杯揭幕站上 三名中国足球小将 担任了国际足联旗帜的护旗手 他们分别是奶伯宁林 谭伯和董铁锤 他们目前都在西班牙的 马德里竞技足球俱乐部清训梯队 尽管揭幕站已经结束很久 踏上世界杯的球场 还是让三位小将 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 在踏入球场的时候 看着两侧的摄像机 让我不禁 不禁 不禁猖想着 我的以后的职业球员生涯 看到两队开始放国歌 当时我就在想 有一天 如果我也能就是 穿上我 我们国家的队服 然后站在一个世界杯的赛场上 然后能 收舞着自己的胸口来 大声的唱这个国歌 当时心都在颤抖 是不是 真的 心都在颤抖 就是很想 很想就出现这种情况 担任国际足联旗帜 护起手的共有六人 按照站位 谭博在前排右侧 乃伯凝林和董铁锤 在最后一排 谭博回忆 两周前收到担任 护起手的消息时 半宿没睡好 他们三个人也有自己的足球故事 乃伯凝林九岁开始踢球 十一岁来到西班牙 在别人已经陆续升上梯队时 他依旧停留在校队阶段 当时其实压力还是挺大的 然后最后第四年 我的整个就开始有点改变了 去年到今年一直在梯队队 谭博小学时就读于北京一所手球特色学校 不过他偏偏爱上了足球 刚进马进梯队时 由于性格内向和语言不通 谭博很少与人沟通 一开始刚来西班牙那会儿 是第三年还是第二年的时候 然后跟他们来踢 一开始感觉对他们水平真的非常高 也是在向他们学习 在向他们就是那个水平在靠近 董铁锤的父亲喜欢篮球 本想培养他打篮球 但董铁锤觉得篮球太大了 便选择了足球 然后我父亲看到我踢球 他觉得可能这个小孩 还可以 在这上面还有点小天赋 就从此就是 我父亲就带我一个人去练球 在海外踢球的这几年 三个人的技战术也都有了提升 谭博认为自己的足球理念和意识 都有很大进步 西班牙语水平也高了很多 可以与队友们一起讨论战术 乃伯宁林逐渐在队伍中站稳脚跟 董铁锤也调整好自己的比赛心态 美球必争 我目标吧就是 就是能在我的领域成为最好 我就是肯定是想成为世界 成为一个世界一线球员吧 然后如果可以的话 为中国国家队显著自己的赢力 能代表自己的国家去征战世界 这肯定是最好的 然后我还有一个目标是 就是可能想在五大联赛踢球 然后也想踢二冠 对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